好 来看看可爱画面 有网友分享她当年的疯狂事迹 其中一个就是跟朋友打赌 要穿恐龙装坐火车回花莲 而台铁的女宝泉 还边她们边拖行李边偷笑 而到花莲之后 这个朋友都穿上了恐龙装来迎接她 这恐龙伤见欢的场景 让一旁的旅客忍不住拍起来 PO上网 有人说实在是很搞笑 但是也有人说 现在不是连气球都不能上车吗 那现在穿恐龙装是可以的吗 也有人在问到底血应还是不行呢 另外是有网友贴出 在车子的内装 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像这样子的画面 非常的奇特 是过去很流行的永生花 让这个原PO觉得说 有看过这样的永生花吗 它是直接镶在这个排档杆上 有人说这个永生 至少可以三四十年了吧 而且如果有这样子的车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年龄的老车 还有人说这好像是小时候 阿公会开的车 另外是看到这个画面 现在在一些场合会量体温 量完体温就会在你身上贴一个小圆贴纸 但是有网友到妇产科医院旁边的停车场缴费 却看到了这样子的贴纸贴的这样子乱七八糟的 都是从原本衣服上面拔下来贴上去的 都是原本已经贴过的 然后把它贴在机器上 然后他就很生气了 他就说未来这边看的应该都是这个爸爸妈妈 准爸妈了 他说如果真的是准爸妈 你还把自己身上贴纸乱贴和没功德心 这样的胎教让人觉得非常的傻眼 不过也有人开玩笑说 代表说这个机器很健康了 体温正常 持续我们来掌握的是中华邮政 在今天有发行五种的新邮票 除了过去我们会看到的像古典诗词 神明 故宫画展等等 现在以故歌手凤飞飞也成为邮票的肖像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邮票的这个照片 凤飞飞他身兼演员 歌手主持人三种身份 而同时也是华语流行音乐 二十世纪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为了要纪念天后 那么中华邮政特别在他世事十周年 推出了凤飞飞纪念邮票 总共有四款图案都展现不同的风情 唯一不变的都是头上的招牌帽子了 四媒邮票的这个票面值是为 六元 八元 十三元 十五元 预计八月十七号就会发行 另外也有规划出筹备两年的凤飞飞专册 让粉丝朋友可以收藏 有八音才子之称的霹雳布袋戏 前副董黄文泽日前去世 而这个霹雳审在七月一号 黄文泽明淡这一天 在全台二十期间的影院要重新上映 首部国片票房破译的盛实传说 还有今年入围台北电影节的素还真 七月六号也将举行 八音才子黄文泽的纪念展 要缅怀这一位布袋戏大师 对于台湾艺术界的贡献 34年前霹雳金光素还真出登场的珍贵原稿 也会在这一次的追思展当中首度展出 让霹雳迷非常期待 同样是娱乐消息 我们来看看是路上经常 开车骑车都会听到有人在按喇叭 一个按喇叭可能会引发行车纠纷 前顶吴三儒他就特别分享出 自己有个经验 收工搭车离开电视台旁边的一台车 一路的狂按喇叭 让他的经纪人也很担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工作结束之后 从那个公式下来 结果我们当然就是上车 大家都下班嘛 赶快东西装 后车压装一装就走了这样 然后就一路上就有一台车 跟在旁边一直扒 一直扒 一直扒 想说也没挡到你 你到底是在干嘛 那我们就想要再开快一点 再开快一点 一直扒 就后来我的经纪人就把窗户摇下来 就怎么了这样 那个也停下来 他说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然后我们就说什么了 怎么了 结果我们就试试看 泡车厢有关 可是我们夹到了一棵公式的树 我们的车子夹着一棵树 然后一直扒 一直扒 好 为什么 所以大家不要去往坏处去想 他是要帮你的啦 就我们后来集体把那树扒 对啊 感谢小屁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个消息了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个人是有啦 就是什么 难道超商 就是买地瓜的时候 你不是要自己夹吗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黑色石头就是会黏在这个地瓜上 然后称重的时候也变贵 但我们完全不晓得 买回家一打开才发现 哎哟 里面怎么会有一颗石头啊 这石头其实是可以保温的 但是其实石头呢 反而会让你的重量变重 所以大家都说了 你在夹的时候特别要小心 就连店员也说 拜托大家不要把石头都夹走好不好 因为买地瓜生没有送石头的啦 自己呢要多看看咯才不会被算贵了都不晓得 然后继续来看看有网友分享的这个经验 是在家中床上发现这是什么 长得超怪的 这是什么奇怪的外星虫虫啊 而且还会发光 他就直接说这到底什么外星生物 后来呢就直接po上网问大家 有人说哎 你家应该是很干净哦 可能是水质也不错哦 因为这个是萤火虫哎 你家怎么会出现萤火虫呢 也有人说这个还蛮好的啊 可能会招好运哦 继续来看看是高雄市府 最近积极的鼓励长辈赶快去打疫苗 因为很多长辈一记都没有打 现在还记出了说700元的礼券 希望可以当诱因 但是有些诊所就私下抱怨说 其实这个政策不太负责任 因为只给这个两个礼拜的准备期 而且额度其实还不够 有些人来打疫苗了 后来发现这个礼券送完了 你过几天才可以领 这个老人家很生气 而且呢这个诊所的护理师 也是接到了一堆询问 还有没有礼券的电话 很像客服人员感受也很不好 高雄市议员参选人白乔英就说 很多长辈呢 的确是冲着礼券去打的 但是他就怀疑说 师府的准备好像不足 因为有人打完疫苗没有拿到 好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水神雾化器 好就是这台 他24小时呢 在我们这个环境的摄影棚里头 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空气当中的清销 我们现在水神雾化器呢 也有像这样 迷你的这么小台水神雾化器 请大家呢 上快点GO下单的时候呢 输入我的代码CTI588 会有折扣优惠